我今天買了一盒桑記生回來 桑記生是有補乾腎去風濕的功效 大家好,我是善貴 歡迎來到素食好主意 桑記生除了可以用來煮蛋茶之外 還可以加上其他材料 用來煮一個有補乾明目的健康茶飲 這個桑記生明目茶的材料簡單 對我們的眼睛是很有好處的 我們首先拿桑記生和缺明紙 拿去沖洗一下和先浸泡一會 紅棗也要去它的核去 水滾了,先調小火 我怕辣手 這裡已經洗乾淨和浸了半小時的 桑記生和缺明紙,加進去 已經沖洗過去核 和剪碎的紅棗加進去 我們首先把桑記生全名紙紅棗 大火煮10分鐘 然後轉中小火再煮15分鐘 中醫認為桑記生是入乾腎兩經的 有保抑乾腎和養血的功效 乾開鑰於木,我們的肝臟好 我們的眼睛視力自然都會好 桑記生還有去風濕,強筋骨,舒筋活絡 如果覺得腰酸骨痛的朋友 可以用桑記生配合其他材料 來煮保健茶喝 桑記生的藥性是平和的 適合大部分人士飲用 如果各位對自己的體質有疑問 不知道適不適合喝桑記生 最好請教一下中醫師 桑記生是有趨風散熱,清乾,明目,益腎 潤腸通便的功效 桑記生亦有降血壓,降血脂的功效 桑記生的性質是寒涼的 所以血壓低或是脾胃虛弱的朋友 就不太適宜了 我今次用的桑記生 問個藥材譜說是經過看培的 把桑記生炒過或看培過 就可以減輕它的寒性 桑記生我就買了一盒回來 32元一盒,有500克 通常買都是一盒這樣買的 有省賣的,但省賣又算價錢 好像貴很多 所以我也是買了一盒回來 另外缺名紙我也是買了一瓶 剛剛在藥材店有些花茶賣的 這一瓶是30元,可以喝很多次 菊花就有清熱解毒,清乾明目的功效 杞子也有保乾明目 滋養乾腎的功效 紅棗也有保護乾脹健脾的功效 紅棗還有少許甜味 加幾粒在桑記生明目茶 就更加好喝了 桑記生已經轉用中,制火煲了15分鐘 把已經清洗乾淨的菊花和杞子放下來 開大一點火,讓它滾起 滾起後就可以轉小火 再煲15分鐘就可以喝了 桑記生權明紙明目茶煲好了 如果喜歡喝甜的朋友 可以把杯茶攤到和和暖暖 然後加一些蜜糖 就會比較甜 希望各位喜歡今晚的 桑記生權明紙明目茶 我繼續喝茶,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